攝影追焦手 勸導不聽的 依道路交通管理廠話條例 來告發 不要瞎掰好嗎 這樣300塊 為什麼好人在水溝裡面呢 這就是道路 好不好 別人不要站在這邊拍照 好不好 水溝蓋 算道路 不是水溝蓋 是水溝裡面 為了耍帥入境 在過彎的時候 會加速 攝影追焦手 勸導不聽的 依道路交通管理廠話條例 來告發 不要瞎掰好嗎 大家好我們是 三個馬瓜 我是小兵 這也是VS Media 想要觀眾人看見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聯絡賽 這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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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部局長 告你的錢就是用這件衣服來的 對啦 經費來源 經費來源啦 在這邊啦 等級的完整內容 也上於我們的Podcast的公路漂流 另外我們的衣服二輪革命 在蝦皮熱賣中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同時我們也上架了 新貼紙二輪革命 購買資訊呢 就在下方資訊欄 獲得到蝦皮搜尋火花囉 請大家一起支持我們 種下改變社會的種子吧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哈囉 歡迎來到我們今天公路漂流 我們今天請到一個會議啦 就是我們黃正龍律師 講這兩天 冒得沸沸揚揚的那一個 排單線追焦手 被開單的事情 他當初的狀況就是 他是7月18號早上9點多 他蹲在水溝裡面 拍攝追焦 然後被妨礙交通的這一條 為理由開發 三百塊 為什麼我們在水溝裡面呢 這就是道路 別再不要在那邊拍攝 好了 然後而且最可憐的是 他好像是說 這個罰單好像得特別 到頭份交換 他沒有辦法線上刷台 也沒辦法朝上交費 他如果是台北人他還要 好像要拿到收到當然的罰單之後 最後才要來頭份交的樣子 對 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這個其實影響蠻大的 然後事發經過就是這樣 然後總共有四個人 今天我想要來跟大家分享這件事情 不管是從法律面 還是就是 車友現場的應對 或是 或是 一些救濟的方式 那個 這件事情啊 醜話先說在前面 我先講喔 拍這個影片 只是單純在講追焦的行為 不代表我支持 支持就是什麼 來回刷追焦啦 或是什麼 專程為了追焦我討山的啦 然後是什麼 比較鼓勵飆車 對 所以今天這樣講喔 我是真的 是反對就是一些就是 造成當地人的那種困擾的 他的 炮管 陣榮因為剛好有說我們車友 對啊 上次有看到我們做那一支B車的 B車的還有B車 對對對也是請陣榮來 想看到他真面目的去看那一支 對不對 其實在這個事件之前的話 台南就有發生過一件 錯誤的裁法 有警察好像在182龍旗那邊 就開了一張發單 然後結果最後被撤銷了 這件事情 據我所知啊 他那時候也是 拍追焦 也是道路上 管理處理條例 82條 82條 82條他就說 未經許可在道路舉行賽會 或擺設延期 演戲 拍攝電影 或其他類似行為 可是你知道 他最後撤銷是不是因為 這條不符合你知道嗎 他最後撤銷是因為 警察寫錯條文啊 他應該寫82條第一項第九款 可是他實際寫的是 未經申請許可 於道路從事拍攝往來 競速競技之機車 就是他並不是寫完整的 等於他寫錯法條 然後這一次在苗栗發生的就是 在103K那邊 就是上個禮拜而已嘛 就是他們好像勸導了十幾件 趕了十幾個人 然後最後有四個人被開發 這樣300塊 為什麼我們在水溝裡面呢 所以這就是道路 可是不要站在這邊拍攝 好吧 那他開的 罰則在這裡吃的是什麼 第78條他這邊其實 針對的是行為 行程的行為 他這邊用的第四款是 於交通平凡之道路 任意奔跑追逐 吸油或坐 或蹲立 足以阻礙交通 對 所以他的關鍵是什麼 除了有這些行為 就是 第二 你要是行人 好 於道路 道路 然後 有那個行為 任意奔跑 追逐 吸油 這些 然後就足以阻礙交通 要足以阻礙交通 而且他那個叫是 交通平凡之道路 那再來 道路 道路是指什麼 道路其實他的那個 道路交通管理阻礙條例 他一開始就跟你講 什麼叫做道路 他是指 公路 街道 對 巷弄 廣場 騎樓 走廊 或其他公 嗨大家好 這是肥波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來投稿 投稿連結就在這邊 這邊這邊這邊 公眾通行之地方 嗯 那路面 嗯 可是所以這邊第二個 就是剛剛你講的 暴露 水溝算不算暴露 公眾通行的地方 代表他前面那些東西 他的性質都是一樣 他是有一個公公眾通行的意思 存在 對 那 水溝蓋 通行 不是水溝蓋 是水溝裡面 水溝裡面 是公眾通行的地方 蛤 不過我看那個新聞 他警察好像有特別說明 對 不知道是警察講的還是誰講的 總是他們其實有想出一個方法是 因為我道路的定義 是有講到公路這兩個字 對 那我就去看 因為我們有一個法律叫公路法 公路法 公路法裡面他的公路又有定義 等於說我從這邊再去連結到公路法 然後公路法他的公路的定義 又有包含道路的設施 路側設施 對 所以說 所謂的道路 對啊 這也是我們的公路法裡面所稱的公路 所以要開 然後再來就是你剛剛講的 不管是你坐臥蹲立或什麼的 都有一個前提就是要阻礙交通 對 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阻礙交通 我蹲在水溝裡到底哪裡阻礙交通 是看到會怕還是說 有人會想要開到水溝蓋 他擋住我的路了 他擋住我的路了 開到水溝蓋 對 第四款他怎麼看都是充滿了問題 對 他用這個行為 就算我是行得很好的 我在水溝裡面 對 我有阻礙交通嗎 路在旁邊 而且更不要管我們的馬路 大家都知道我們有那個 除了慢車道以外還有神奇的 大路間 大路間 所以我可能 根本是在道路邊線以外 在外才是水溝 對 連路間都不算 對啊 那都已經是很外面很外面的地方 我為什麼會有 為了阻礙交通的問題 對 我先講喔 這個跟台南的事件差異在哪邊 就是台南那個 他比較像是 個別的基層員警 單一事件 單一就是他可能誤解法條 我先講我這邊不是針對 基層員警 當然 對 這邊的這一次的事件是什麼 是我們苗栗縣警局交通隊的副隊長 他自己還上新聞 這個許豐都副隊長 他自己還上新聞說 我們的目的啊 是要保護追交手跟用路的安全 然後所以我要罰你們 為了耍帥入境 在過彎的時候 會加速 並且將車身壓低 這樣很容易造成事故的發生 攝影追交手 勸導不聽的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78條一項4款 來告發 不要下班好嗎 這到底是什麼鬼啊 而且 我跟你講喔 所以從這次事件可以來看 就是這個是苗栗縣交通隊高層下令的指示 他不是個別警察就是 我覺得今天看你們這樣有危險性 我臨時看到來罰 沒有他們是有目的 針對這個地方的追交手做快發 這一個開罰的當下 警察如果今天真的過來勸導你呢 就是要你離開 或是要開禮單 我想問一下律師 你如果今天是追交手 你覺得整個硬罪會比較好 他如果真的要開單 就讓他開吧 但是我建議會是 你也留下一些紀錄 什麼紀錄 就是你的溝通過程 對 第一個 當然我先確認他是不是警察 對 所以身份確認 身份確認 制服 可能他可能穿制服 編號什麼的 對 我要先確認身份 確認你是警察好 沒問題好你要開單 那我就先問說我的行為 所以我可能就會稍微敘述一下我剛剛的行為 請問一下長官 我剛剛在水溝旁邊 我也沒有在馬路上 我就拍我的照 請問這樣子 我有妨礙到什麼交通嗎 或是說你們這邊有什麼特殊的規定 我們知道的 想請教一下長官 這等於是 第一個詢問你為什麼被開發 第二個你也敘述了你剛剛的行為 因為你這個是要避免一點是說 他可能在事後說 我們發現你 你要摘一個你沒有做的行為給你 說我們 遠景當場看到 你是有穿越馬路的 什麼什麼的這種 我要避免這行為發生 在詢問的同時 我就先重複我剛剛的行為 對 然後他當然就會說 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那如果他在當場 就說了一個 你沒有做的事情 找路人作證 然後找路人作證 你剛剛有看到我走過去嗎 沒有沒有 你有看到 一定會說沒有嗎 那就好就到此為止 就讓他開攤 事後你再去想辦法撤到這個單 那這個你的意思就是要先錄影嗎 對 我如果是我的話 在確認這個東西是會有爭議的時候 然後我也不服 就是我不願意吞這300塊 對 那時候我就會開始錄影 所以你的意思是 警察要開單 你沒有辦法阻止他 他如果硬要的話 其實是沒有辦法阻止他 真的是有一些 哈囉大家好 我是馬連姐 這裡是VS Media 想讓更多人看到你嗎 歡迎趕快來投稿喔 強勢力的動作的時候 才有可能 例如我們常見的 代譜 的代譜 對 然後領檢查驗身份 這種的 會跟刑事犯罪比較有關的這種 嗯 強勢力的刑事的時候 就比較會有一些 當場的動作 例如他常見的什麼 我要一一啊 請你開一一那你給我這種的 順便跟大家講 如果警察 想要看你相機裡面的照片 來 看相機 基本上這是一種搜索的行為 嗯 已經是已經是 這已經算是蠻嚴重的侵害 希望大家對權力 是要有點 是要有點觀念 對 不管你是手機裡的照片 還是相機的照片 還是包包裡面的東西 或是車子裡 車子裡的東西 都是一樣的 那是 那是你的隱私 嗯 你沒有什麼理由要 除非是你主動說好好配合你 你要看一看 那是你自己放棄權利 但是你是有權利 跟警察說 我不想配合啊 對 那你有什麼理由要看我的東西 這是搜索行為的話 你要有搜索票 嗯 你要有法院開的搜索票 對啊 我真心覺得警方踩了一個 非常重的紅線 你只是來 勸導一下 我覺得就算了 可是你到了開拔 我覺得這個紅線 就已經跨了 而且你還用了一個 我認為根本就 不合理的東西 對 所以 我認為有沒有平安的方式 我覺得很簡單啦 像台南的就是 那 警察來 真的來勸導的時候 大家給個面子 然後大家互相給個面子 那就可能離開一下嘛 去便利商店 嗯 喝個東西 當然現在沒辦法喝嘛 對不對 又再買回來現場 對 那你可能一兩個小時之後 再來就算了 可是 就是你到了警方 你如果跨界 這條線 我就覺得不對了 所以這一次 他就是得 跟原單位申訴 對 他的這個程序 是會有先有一個 30天內你有一個 陳述意見的智慧 對 就是我覺得這張不對 但他的 管道是原主分區 所以 你是要 假設是警察開的 你就是要上警察局 對 假設是派出 不管是派出所或是分局 因為實際上是哪個單位 我還不知道 對 他就是要向他去說 我覺得不對 然後他就會 警察單位他就會有個裁決數 等於是 決定對於你的 意見表達 未必決定 對 決定下來之後 那個就是確定 處分 對 那處分確定之後 接下來就是 你還是復補 接下來後面就是 行政救濟程序 那就是打 就是打 行政訴訟 行政訴訟 這個都算是警察拆除 對 所以 也不用開賭 所以我為了要 要繳一個三百塊的法單 我還要去打一個 花三百塊做一個檢疫財图就對了 對 好啦我這樣子講啦 這一次 把這四位谷徒如果可以聯絡到我 我還不能聯絡 當然三百塊你自己繳 可是我會幫你 你一個檢疫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樹狀還是什麼 起樹狀 對我會剪一個起樹狀 就是幫你們做這一支撤銷法單的工作 那你就不用舟車勞頓了 我知道這種東西 對大家來說都是很陌生 敢如何開啟 對 除了旁邊這位以外 應該我算經驗豐富 對不對 所以 跟我聯絡 我幫你們做這一次的檢疫訴訟 好啦 也跟大家講 目前來說 看起來比較 有幾個 比較安全的做法 第一個不要做成功 因為 目前看起來公路法裡面 路側設施是有可能被列為 道路上為裡面 絕對不要做水溝 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 就是 你可以盡量在彎內 對 這個不管是在實務上 還是法律上 我覺得在彎內 都是有比較保護你的效果 因為你不會被 屁孩 不會被外套的車 對 不會被屁孩撞到 然後再來就是 你在彎內 你也可以跟他說 你要保護我什麼 我就在彎內 你是要保護我什麼 對 這是第二個 然後呢 第三個 真的 就是 警方來的時候 大家給基層遠景 一些方便的空間 多配合 對 基層遠景是很辛苦的 你要知道 白目的是那些 對對對 在上面的 那 不用去為難基層遠景 對 但是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 針對 比較高層的 尤其是這個 許副隊長 我們就來針對他 大概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所以今天這一集 這一次 台山的這個事件 我個人是希望 所有的射手 跟騎士 大家都還是知道 整個台山的文化 從以前到現在 其實變化了很多 其實很多 在地居民 是很辛苦的 那我們射手 其實可以多做一些什麼 我是覺得來回刷 你不要拍 因為那個就是 為了 追焦照和考山 我真的覺得 到底你意義在哪邊 不要讓那些屁孩 我說真的啦 你們的器材那麼貴 一隻小黑 一隻小黑 六小黑七 都是一隻小白兔 對不對 七八萬塊 你的一台相機 整套十幾萬出去 你 技術也練那麼久了 不要拿去拍那些 就是來回刷的屁孩 糟蹋你的技術 我說真的 對不對 把器材跟技術 用在有價值的那些人 像我為什麼 從來不會 我很簡單 那我自己拍啊 對不對 我都把自己拍 追焦到自己拍 才好玩好嗎 對不對 大家有看過那張經典 有沒有講的照片 對 這些東西 是需要大家一起支持的 不過也真的證明了一個 當你覺得這些東西 都跟你無關的時候 真的哪 遲到有一天 就會壓到你身上 真的 就像之前的書畫改 真的不要覺得這件事情跟你無關 對全力要有點自覺 對阿 不要說 跟我無關啦 沒差啦 下次被罰得搞不好 對阿 好啦 那今天這支影片阿 最後啦 那你讀的快一些阿 沒一件衣服 來 要再要支持一下阿 今天給你兩件阿 有 對啊 欸那個 許副局長 告你的錢就是用這一件衣服來的 對不對 告你的錢就是用這一件衣服來的 金費來源 金費來源 在這邊阿 對不對 好 然後這件送給我們的 謝謝阿 謝謝 然後呢 最後阿 就是記得要訂閱我們的頻道 那這支影片 那大家也是盡量分享給 就是各大追焦社團 因為我跟大家講 不要覺得這是他國事物 苗栗 苗栗 不要不要覺得這是十五國的事 我告訴你 你給他們藏一次填頭 下一次這張罰單就會在北京出現 就會在一三六出現 就會在一三九出現 就會在一三九出現 所以今天這個東西 請大家好好的看完 分享出去 你們要知道你的權利在哪邊 你們可以做什麼事情 對不對 那今天也謝謝正宏啦 謝謝大家 拜拜 拜拜